真实的属灵情感促使内心更深渴望圣洁 但虚伪的情感安然满足于自己的现状 真基督徒越爱神就渴望要再更爱他 而在爱他不足时就越发的不安 真基督徒越恨罪就越要恨他 而当他仍旧多少爱他时便会感到悲伤 基督徒今生拥有的最多也只是他们将来荣耀的预长 最杰出的信徒较之于将来在天上成为的样式 只是一个小孩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世上达到最高程度圣洁的信徒 仍不消失他们更多追求的欲望 而且他们更急着向前追赶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前面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总要存这样的心 有人也许要反对 这样无止境的奋斗 怎么会与属灵的喜乐所带来的满足相符呢 并没有不符合 属灵的喜乐是在下列几个方面来满足灵魂 一 属灵喜乐完全适合人的天性和需要 享有这快乐的人 总不会对他厌烦 那是他内心深处的喜乐 他绝不会愿意拿他来交换别的东西 然而 那不是说 经验到许多属灵喜乐的人 就不想要得更多同样的经验了 二 属灵喜乐按照我们的期望实现 大的欲望产生大的期待 当我们得到一些曾非常想要的世上喜乐时 却尝试令我们失望 但属灵的喜乐不是这样的 它们总是达到我们的期望 三 属灵喜乐对灵魂的满足 是在灵魂可以领受的程度 即使如此 仍有足够的空间 使灵魂容量无限地扩展 如果我们的属灵满足 未达到我们可能有的满足 就在自己 因我们没有大大的张开我们的口 因此 属灵喜乐的确能在几个方面满足 它满足我们最深的需要 达到我们的期望 照着我们领受的容量充满我们 这一切和渴望越来越多的属灵喜乐 完全符合 直到我们的喜乐满足 这与虚假的宗教喜乐有所不同 当人自知有罪 惧怕地狱时 可能渴望属灵的亮光 信靠基督爱神 但当他被虚伪的精力所欺骗 以为自己得救了 他就以此为满足了 他不再祈求恩典和圣洁 尤其是如果他的经历 令他非常感动的话 他现在不是为神和基督而活 而是靠着以前归主的那一刻而活 真基督徒是完全不同的 他经常寻求神 实际上寻求神的人 这句话是圣经对真基督徒描述方式之一 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 寻求神的人 愿你们的心苏醒 诗篇69 32节 愿一切寻求你的 因你高兴欢喜 诗篇70 第四节 圣经叙述的基督徒寻求和奋力的情况 大部分出现在他归主之后 圣经讲到在场上赛跑 与空中执政掌权者的搏斗 向标杆直跑 不断祷告 日夜呼求神等等 都是在说已经是基督徒之人的事 可悲的是 今日许多人已经变成非圣经的说法 好像所有他们的搏斗和奋力 是他们归主以前的情况 现在做了基督徒 就凡事平顺安逸了 无疑有些伪善者会说 他们却也经常寻求神 基督和圣洁 但是伪善者并不是真正的 在为他们自己寻求属灵的事 他总是有自我中心的理由 他希望有更好的属灵经历 因为那些带来利己的保证 或者这些经历使他觉得自己 是罪得神恩宠的人 他想感觉到神爱他 而不是他更爱神 由于他们知道一个真基督徒 应该有某些渴望的东西 所以就模仿他们 然而 一种渴望去经历感受神的爱 或死亡或天堂 都不是真基督徒最可靠的表现 最好的表迹 是渴望更圣洁的心 和更圣洁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